我常常听到一些年轻朋友问我一个问题 他出现的频率实在太频繁了 所以特别要跟大家讲一下 他说老师如果我是一个穷忙足 我有这个机会跟能力去改善我自己吗 我通常就会给他一个回答 因为这个回答对太多人有用了 就是请你开始用每天五分钟来写日记 后来我还搭配日本老师的曼陀罗年计划 把日记跟年计划连结起来 就在这个元月的三号 我举办了一场2022年 旧级目标九宫格的年计划订定 它是一个线上的会议 共有八个城市三十几位同学 在线上一起倾听日本的金锦勋老师 为我们带来引导年计划的活动 他所用的模板 就是曼陀罗九宫格的模板 分成健康、事业、财务、家庭、社群、内在、学习跟休闲 他设定了这么多的领域的计划以后 大家都信心满满觉得2022年就可以照着自己的计划前进 设定完曼陀罗九宫格年计划以后 怎么用Slow法则来写日记 首先我们要讲的是S成功日记这个概念 我已经写十几年了 它是来自于一本德国儿童理财的书 叫做小狗浅钱 它里面说的这个成功日记的概念 分成两个概念 第一个就是 它每天会写 前一天做得很成功的小事情 重点是成功 因为一般人通常都负面情绪太多 我建议大家要写成功的日记 我们在写日记的时候 我们多描述 当时我们成功的时候 我们内在心里面的感受 这会让你学习如何用正向的方式 去解决面对几样来临的一天 L 时间限制 常常也有人会问我 每天要花多少时间写日记 我的答案是 不要超过五分钟 也有学员说 他每天要花半小时写情感日记 这样心情才可以得以抒发 我说这太久了啦 一天才24小时 你还是可以写下你的感受 但是分散到每天只写五分钟 你的心情还是可以抒发的 你可以用一个方法帮助自己 用闹钟计时五分钟 你可以掌控写日记的时间 你可以写年纪化八个领域的 一两个领域 例如健康事业 财务家庭社群 内在学习休闲 你分点分段的 有人名的写下 有情感的日记 而且总共加起来不用超过三十个字 如果你写的时间越快 你就越容易坚持这个行动 这样子你就可以做好写日记的动作 那为什么要写人民呢 是为了让自己未来在回看这则日记时 一瞬间你就可以想到当时的情景 我们对人民的辨识度比其他的文字更有情感的连结 因此写满人民的日记就充满更多连结 让我们想重新复习自己的日记的时候 我们的年纪化的时候也能更能升值人心 O 循环反馈 永齐老师每天写日记 在这些过程中的努力记录及心得 隔天我们就可以用Slow法则写出有感情的日记 接着我们就可以订定次一天的计划 继续的推进 它就会形成一个循环反馈的机制 就像一个无限长的圆圈一样 持续不断的前进 累积了七天日记之后 我也会再看一次做好每周检视 当你阅读这七天来的日记 你就能够决定下一周的周计划 你日日周周写日记 检视自己 在这样寻回反馈的方式 就能够有效率的去推动了 每天的持续知道 我们明天要做什么 这样子我们工作也能更高效 W就是为爱检视 为什么我们要写日记呢 我们为谁而写日记呢 就是为了我们爱的人 或者我们爱我们的人 一切都是为了爱 所以我建议大家在日记里面 请你写上人民 人民它是让我们最有记忆的符号 以后我们看过以后 瞬间就让我们联想到当时的状况 就非常有感觉 Slow法则写日记 是一个写一个有爱的日记 这样子也会让我们日记化 变成了有爱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爱里面 可以做一个循环 你们��을搭完 我们习がmüş appointment